美国新冠肺炎确诊逼近3000万例 多种变异病毒在快速传播 拜登称美国经济和民众生活正在恢复 请点赞订阅 谢谢 美经编辑胡林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 全球新冠肺炎数据实时统计系统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月23日晚6时 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2991-1118例 死亡543,621例 过去24小时 美国新增确诊55,336例 新增死亡803例 美国新增确诊病例略有上升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 美国有27个州 过去7天的平均单日新增病例出现了至少5%的增长 数据显示 过去一周 全美平均单日新增病例54,308例 较更早一周增长了1% 美国多州放松疫情防控措施 同时美国航空旅客刷新疫情爆发以来新高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表示 如果不采取正确行动 美国将面临另一次病例激增 正如现在我们在欧洲所看到的那样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表示 美国多个州和城市正在放宽公共卫生放宽措施 并取消口罩令 他对此感到担忧 滚美国疾控中心 多种新冠病毒变异株在全美快速传播目前 多种新冠病毒变异株正在美国快速传播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 截至当地时间21日 全美已报告有6638例变异毒株感染病例 其中 绝大多数未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壁 1.1.7感染病例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沃伦斯基22日表示 由变异毒株导致的确诊病例数不断增长 形势令人担忧 据美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 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壁 1.1.7在美国快速传播 感染病例总数已达6390例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沃伦斯基22日表示 除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壁 1.1.7外 另外两种新发现的变异毒株壁 1427核壁 1429也正在对美国疫情防控构成严重威胁 这两种新发现变异毒株的感染病例 约占加州新增确诊病例数的52% 内华达州新增确诊病例数的41% 以及亚利桑纳州新增确诊病例数的25% 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1日报道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前局长戈特利布警告说 此前在纽约发现的变异毒株壁 1.526可能会在纽约市引发新一波疫情高峰 戈特利布说 变异毒株感染病例占纽约感染病例的一半以上 目前纽约部分地区的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仍高达约15% 滚拜登发表公开讲话 美国经济和民众生活正在恢复 现在的目标是让更多美国人接种疫苗 当地时间3月23日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了俄亥俄州哥伦布市 并在当地发表公开讲话 他首先表示了对科罗拉多州伯尔德市超市 枪击案的关注 并对遇害者及其家属表达哀悼 之后 拜登表示 1.9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救助法案中的 三个关键部分帮助 并改善了美国人民现在的生活 首先 法案的实施大大加快了新冠疫苗的生产速度 和接种速度 目前的疫苗生产和储备量能保证在5月底前 开始为美国所有成年人接种疫苗 第二 救助法案致力于恢复美国经济 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并为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和个人直接提供支票 从而缓解了民众生活状况 促进了经济增长 第三 评价医疗法案将使美国的医疗保健费用降低 使人民能够负担得起 数百万没有医疗保险的民众将从中受益 拜登指出 现在他的目标是让更多美国人接种疫苗 他再次呼吁美国民众不要掉以轻心 继续遵守健康安全条例 请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 并在适当时机接种疫苗 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美日经济新闻综合次央视新闻 人民日报 封面图片来源